原标题,俄罗斯有能力建造七千段级护卫舰吗?真无直达,精神领域创作者。 大家都知道从苏联解体后前苏联的主要造船工业,其实大多数是留在了乌克兰,也就导致了解体之后,作为将土面纪最大的俄罗斯实质上,并没有什么建造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能力。 在这之前俄罗斯研制建造了一款轻型护卫舰,20380级,买在排水量也纠缠2200多对,和我国的差不多,但个投资想能力可不能小事。 该护卫舰装备的2G4 AKH35天王星反舰导弹,是20垂直导弹发射装置,包括AK130进防炮的先进进防系统,与S-400通用的防空导弹系统,水下运雷系统等等先进的装备,可以说该电视武器装备的高度集成。 这样做有缺点吗?答案是肯定的,世界上也就俄罗斯喜欢这样啊,因为武器系统的独立工作很重要,在舰艇上并不是一股脑把所有武器都开到火力准备,而是在备战因为同时打开必然有干扰,这种干扰必然会影响武器系统的发挥。 说白了,俄罗斯也不想做这种方案,但是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,7000吨级的军舰俄罗斯及时建造出来,下面的武器系统应该是万吨级的,毕竟像咱们055不是谁都能造的。 其实俄罗斯购买中国054级也是很好的选择,老大哥拉不下面子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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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